华人施工所市集是一波波 除了星期五登场的好客市集 15号星期六是在金华侨举办了 享食舒服一起来市集活动内容 集合了蔬食等料理文创手作的摊位 现场还有客与说故事 消费满额抽家电的活动内容 期盼能够扶植在地重点的客家聚落 也让民众体验金华侨的昔日风采 横跨华联市美轮溪的金华侨 是市区重要观光地标之一 在华联市公所或华东基金 一千万元补助后 包含钢剑 栏杆等获得了整修 暑日只办享食舒服在现金华 集合蔬食等料理文创手作等摊位 现场还有客与说故事等活动 尽管一度下着大雨 仍不见民众兴致 前来市集一堵金华侨昔日风采 这个地方过去一直以来 金华侨都是很多人的记忆 但是因为过去几年来 有一些年久失修的状况 后来我们特别争取了花东基金 找到了一笔钱来把它重新翻修 让它的安全性更加强 那也可以重现地标 当然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里的生态跟建筑 做了两全其美的做法 那过去很多人讲说 这要不要装一些光标还是艺术灯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这有全台湾最重要的福福栖息地 福福栖息地在全世界是宝贝类的动物 那有幸的就是在五金花桥这里 也是在我们美人西派 这也希望未来可以呈现出 我们最棒的一个氛围 那过去这里也有很多相应的故事 但是我们自从重新打造之后 我们也跟叶老师的团队一起合作 希望这里可以变成有音乐 有风景 有很多人文发展 现场还有满额惊喜扭蛋抽奖 准备超过100个奖品 带动人潮及买气 活动从白天到晚上 也与花枝书市集合作 加入原客市集和书十市集等35个摊位 邀请多组表演团体为现场注入活力 16日在浩克文化会馆将接力登场原客小农市集 满额也有消费好礼 欢迎民众把握周末逛市集亭小农 记得掌帮演华联系报导